起死 咋了 儿子 我的寿宴定了吗 定了呀 正好通知你小姨 我的寿宴他不用来了 咋了这是 小姨怎么得罪你了 昨天那家子群里 他什么意思啊 处处针对我 一点面子都不给我 来 我告诉你啊 你赶紧通知他 让他不要到我的宴会上 我不想见着他 打电话呀 妈就面子一会儿两个忙 妈 这电话您得自个儿打 我跟阿峰不当传话筒 哎 你们今天就给我决定 到底孝敬你妈 还是骗带你们小姨 哎妈 这事是你和小姨之间的事 要么呢 你跟小姨沟通让他别来 要么 你就让我和阿峰 把这寿宴取消了 哎行行行行 不用你们了 我自己打电话 不好意思 喂 我告诉你啊 我的寿宴你不用来了 为什么 你瞧你昨天那个样子 这样啊 真的啊 哈哈哈哈 哎呀是吗 哈哈哈哈 还是我媳妇 你生活的大智慧 这么难的吗 一下子 给我解决 什么生活大智慧呀 这都是我踩过的雷 小时候啊 我爸我妈吵架 老让我当传话筒 他们俩要么就是谁也不理谁 要么就是把气扎我身上 后来我就会 这家人和朋友 如果有争端的时候 最好的解决办法 就什么都不做 帮他们自个儿去这 嗯 为什么我媳妇这么厉害 哎哎妈 那寿宴还取消不呀 为什么要取消啊 哎那小姨说了 给我买个大蛋糕 哈哈 哈哈哈哈 我看你